白鬼丸在和父亲相见之后,他却大骂白鬼丸是拐胎婴儿,而母亲也因为内疚,用短刀刺向了自己的身体,好在城主及时救治,他才捡回了一条命,但是经此变故,他也躺在床上,一病不起,而弟弟在见证了鬼神的强大之后,明白了父亲和鬼神交易的无奈,于是他选择和父亲统一战写。 虽然多罗罗带着白鬼丸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可是白鬼丸的心中始终没有办法忘记父亲的妈妈和母亲的自艺,于是他把重心放在了斩杀鬼神的事情之上,只为了快点斩杀妖怪,夺回自己的身体,可是多罗罗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那就是他在斩杀了火火之后,为什么没有恢复身体器官呢? 而这也正是白鬼丸所疑惑的事情,所以他才想斩杀妖怪找出原因,但是多罗罗担心他的身体想要阻拦,却不想被白鬼丸直接给推开了,无奈的多罗罗只能跟着他的脚步,可是连日的赶路让多罗罗想休息一下,这时他问出了这附近有一个温泉,于是提议先去泡一个温泉浴,但是白鬼丸一心只想着斩杀妖怪,无心玩耍,无奈的多罗罗 骗他说温泉那里有妖怪,你听到有妖怪,白鬼丸立马动身启程,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拖着一个男人走到了一个山洞里,像是祭祀一样,把男人按在了一块石头之上,这里有一个面向丑陋的石像,笑容也极其的诡异,她的手中拿着一把大刀,随着大刀都落下,男人的脸被砍了下来,随着瀑布流向了河底,突然石像的脸发生了变化,但这之后,女人就生气的说, 于是她果断的把男人的尸体推入了瀑布之下,这边,白鬼丸和多罗罗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就在多罗罗剪柴火的时候,发现了这一个隐藏在瀑布之下的山洞,刚进来的她就发现了恐怖的石像,女人突然的出现,把多罗罗吓了一跳,当多罗罗看清女人的脸的时候,发现她和自己的脸是一样的,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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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脸是一 她的脸是一样的脸是一样的,她的脸是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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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个山洞雕刻了一个石像 但是在刻脸的时候 总是不尽人意 最终等到他死后 也没有雕刻出石像的脸 讲完这些 白鬼丸就睡着了 看着阿金照顾白鬼丸的样子 多罗罗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是啊 他们都是一样漂亮和蔼的女人 在征得阿金的同意之后 多罗罗就把他当成了妈妈 可就在这时 多罗罗有了困意 原来阿金在他们的食物之中 加了料 而他的故事也没有讲完 当武士死后 山洞里的石像被恶魔附身 为了完成武士的遗愿 他想要一张脸 于是他复活了武士 不断的给他带来活人 而阿金就是他复活的武士 只为了选择一张合适的脸 这也就有了 故事刚开始的那一幕 说到这里 多罗罗再也支持不住 就睡着了 而阿金却把目光盯上了白鬼丸 当多罗罗醒来的时候 白鬼丸已经不在身边 但他知道一定是阿金把他带到了山洞里 于是多罗罗拖着还没有散掉的药力的身体 找到了阿金 他用生命保护着白鬼丸 不让阿金带走 就在这时 白鬼丸清醒了过来 他抽出刀和阿金战斗了起来 伸手敏捷的阿金跳到了石像之上 这时一股阴风吹来 石像也挥下了大刀 向白鬼丸砍了过来 可是白鬼丸躲闪不及 掉入了瀑布下面 在这里 白鬼丸见到了无数招失去脸的亡魂 这可把白鬼丸吓得不轻啊 当白鬼丸再一次冲出水面的时候 石像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白鬼丸顺着腰绳成功的获救 并且砍掉了石像的手臂 阿金本来以为 把白鬼丸送到河底 自己就能够得到他的脸了 却不想 这根本屁用也没有啊 于是 他再一次对着白鬼丸发起了攻击 就在他召唤恶魔 为自己换脸的时候 多罗罗一把抱住了他 他身内居下地劝说阿金 放弃自己的执念 在多罗罗的劝说之下 阿金想到了 那些被他残害的人们 是啊 此时的他 和那些夺人脸皮的妖怪 又有何区别呢 就在他幡然醒悟的时候 石像的大刀 再一次挥下 直接斩杀了他 而白鬼丸也看着了时机 跳到了石像的头上 不懂得变通的石像 最终 把自己也给砍死了 故事的最后 阿金放弃了自己的执念 变回星辰 跳散在了空中 只留下了 他刚刚穿过的衣服 多罗罗见到他毫无遗憾地离开 也非常的开心 之后 白鬼丸同意去泡温泉 虽然多罗罗现在是小孩子 但是看着拖得金光的白鬼丸 他还是会显得害羞 就在这时 和尚也出现在了这里 原来 他是知道 白鬼丸身上的因果循环的 所以 才想跟过来看个究竟 就在这时 一群孩子们跑了过来 他们发现 多罗罗的身后 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地图 那么这个地图 又是什么地方呢 多罗罗的身上 又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好了 我是女神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评论 转发哦